HELLO EVERYONE This is Cal Bay Tactical牛丸戰術小隊 我是Hammer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吉利福 吉利福這個東西其實是從英文Gearless Suit直接翻譯過來的 那跟我們一般穿這種迷彩作戰服有什麼不同呢? 一般我們這種迷彩它其實也有某種程度上的逆中效果 那配合不同的地形、地貌 包含有雪地、有沙漠、有都市諸如此類的 那迷彩的款式它也會有大斑迷彩、數位迷彩、虎斑迷彩或者是烈鴨迷彩很多種 那說實在再怎麼樣的迷彩服它的逆中程度還是有限的 那如果要更進一步的話就需要我們的吉利福 但是因為吉利福它整個隱蔽性比較高嘛遮蓋性比較高 它比較不適合裝這麼多這些戰術裝備啊 彈夾袋啊這些配件袋 所以它並不適合這種快速移動、快速作戰部隊去穿著 多半都是比較屬於定點跟肩啊、監控或者是要拘殺任務、收證任務 或者是有一些要打獵的獵人 他們定點移動範圍速度比較慢、範圍比較小的時候 他們會選擇穿著吉利福去隱蔽自己 那當然每個使用者也會根據他自己所在的地形、地貌 去做一些加工達到更好的效果 那這邊呢我們先請出我們的隊員一號 誒?各位剛剛有發現它嗎? 我知道你會倒轉 OK等你三秒 那其實呢像我們一號隊員身上這種 屬於偽裝網 它還不算是正式的吉利福 是使用偽裝網去做一個遮蔽 那偽裝網這種東西 廣泛使用於陣地啊、基地或者是停機坪 避免被空中空拍偵查到的一種遮蔽性的道具 那其實一般使用效果已經算很不錯了 那再來請出我們的隊員二號 各位剛剛有發現它嗎?沒關係 讓你倒轉過去三秒鐘 321 好!OK那我們二號隊員身上穿的這種 就是屬於比較正式的吉利福啊 也就是大家常見的款式 它是使用這種絨毛鬚鬚啊 也就是俗稱的拖把頭 那逆裝的效果更好 也是各位常見狙擊手會穿搭的裝備 那其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另一款 更厲害的吉利福 也就是網路上所稱的神奇吉利福 那到底如何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OK 那我們在網路上有搜尋到一個產品 神奇吉利福 根據網路上的資訊 原廠宣稱呢 使用最新奈米光譜纖維 反射環境光 達到99.99%的應用效果 聽起來很厲害喔 我們說實在也很好奇 所以我們就購入了 那今天就來現場拆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OK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神奇吉利福 OK 先看一下外箱 其實很神秘喔 沒有任何的標籤標示 看起來也是爛爛的 感覺就是歷經滄桑跨海過來 那我們現在就開箱給大家看看 哇靠 欸 欸 不錯欸 太厲害了吧這個 欸 你看 欸 你看 做得不錯欸 我拿起來給大家看看 我不知道鏡頭拍起來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現場看 真的是很厲害 你們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喔 不然我去旁邊換裝 穿到身上給大家看看 OK 現在我已經穿到身上了 那大家感覺怎麼樣呢 我現在在鏡頭前面喔 看得到嗎 怎麼樣 我不確定鏡頭前面各位看不看得出來啦 但是我們現場覺得效果是很不錯 欸 來來 你們看得到我嗎 欸 真的看不到你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在哪邊啊 再看看喔 欸 厲害吧 不是開玩笑的喔 好 現在我露出手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得到我的手嗎 在這邊 好 露出腳給大家看看喔 欸 我的腳有看到嗎 嘿 我在這裡 想不到吧 OK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關於這個神奇吉利福 逆中性99.99% 我們真的是覺得很厲害喔 分享給大家 OK 感謝你的觀看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是Cowbay Tactical 牛彎戰術小隊 我是Hammer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給大家看 我們下次見 吃東西 炸 koll 吃東西 吃東西